因為陳婷妃在母親節這一天 接受了前總統陳水扁的廣播專訪 節目當中談他的從政經驗 針對2026年台南市長一戰 陳婷妃是否可以成為台南首位的女市長呢 又可能因為賴清德子弟兵 也有意找足導致黨內初選被沒收嗎 陳婷妃是強調 以自己女性的堅強韌性 一定可以克服所有難關 阿伯總統很關心台南 現在希望台南母親的路線的市長 所以這也是他一直期待 在台南是不是可以補足這個學分 民主勝地的學分 更堅信的路 我相信女性有她堅韌的個性 提醒過可能未來抹黑的動作會很多 那我就跟阿伯總統講說 不是未來現在就開始了 所以我也在臉書上也有說 大家要保護我這隻小蝦米 那我們也希望說用所謂提告的方式 我們也不去做回應了 那也沒有意義 其實民進黨的遊戲規則定得非常清楚 如果說在執政的顯示 只要是新的局面一定是初選 全民調 那我也非常相信賴主席 主席在巡迴座談的時候 他就有檢討說 2022會縣市首長大敗 就是因為沒有初選 阿伯總統心情一直都很好啊 對啊 從我過去看到他 我今天還拍到 我認為他好認真哦 他主持的每一集的節目 自己都做了這樣親筆寫他的一些要反的一些反鋼 然後一些題目 一些想要問的問題 我覺得他人好用心哦 我們都覺得我們這些後輩實在是都對不到啦 好 今天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啊 柯文哲也發片就是感謝他的媽媽 然後提到最近很多抹黑指控 讓柯媽一定很難熬睡不好 只能安慰媽媽這種穿著附會的抹黑 終究會過去 然後呢 柯文哲還提到啊 被牽連的還有太太陳佩琪 申請退休被說是轉移話題 女人不是丈夫的賦隨品 他說陳佩琪的職涯跟人生的選擇 他尊重並且給予支持 正如他永遠支持我一樣 最後柯文哲啊 趁著今天告訴所有的母親 除了照顧家人孩子 不要忘了愛自己 更要孩子別忘了跟媽媽說聲 我愛你 這句話很簡單 感動會是永遠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立法院來進行黨團協商 民進黨的黨團總召柯建民啊 常常在別人發言的時候一直去插話 然後呢 一插話就是要講到自己滿意 他才罷休 時事評論員謝寒冰認為 柯建民對於其他的委員 或者是主席是完全不尊重 因此他認為柯建民就是在立法院 作威作福習慣了 在野黨跟這種以老賣老目中無人的 立法委員進行協商 根本毫無異議 韓國瑜說我們這樣五分鐘 以後每次發言限制五分鐘 然後柯建民就在那邊抱怨 你知道他光抱怨就抱怨了十分鐘 就這樣講到韓國瑜說我們休息 不要再講了 就這樣子啊 這個人就是來拿迪賽他根本沒有想協商啊 因為正常想協商應該怎麼樣 就是好嘛 我們人數比較少嘛 所以我們提出這個法案 可能國民黨不滿意這幾點 民眾黨不滿意這幾點 那這幾點你們最不滿意的這些我們拿掉嘛 那剩下你們可不可以通過 通常是要這樣講嘛 你有聽到柯建民這樣講過嗎 從來沒有 他每一次來就是 你要嘛就是全盤接受我民進黨 不然的話就算 然後你們提的法案都是錯了 你們提的法案都有問題 然後就在那邊抱怨東抱怨西 噼一啪一講完 就這樣 一講就十節二十分鐘 那這哪叫協商 這根本就要浪費時間嘛 而且柯建民有一個很垃圾的地方就是 他完全不尊重別人 上次黃國燦為什麼被他棄走 因為你看連韓國瑜在講話他都要插話 只是他對韓國瑜比較客氣 他說抱歉 我要在那邊這樣講 那對黃國昌他就沒有抱歉 就直接插進去 他在委員會更過分啊 是啊 老柯就是作威作福習慣嘛 他就是 凡在我關你什麼 我就是要講我的啦 那你講話我也不尊重你 我就給你插下去啦 所以跟這種人協商有什麼意義呢 完全沒意義啊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做得很對啊 我們也不能剝奪他的發言權利 但是每一次講五分鐘嘛 講完不夠 下次再來講嘛 韓國瑜今天午清節呢 我剛剛謝謝我們的粉絲 有看到一針po媽媽的照片 韓國瑜母親節來送上祝福 只是愛心首飾呢 網友現在也是非常的嗨來朝聖 這是韓院長的愛心首飾 時事評論員黃耀明說 其實啊在韓國瑜上任在立法院之後有兩個變化 第一院內餐廳康圓生意變好囉 立院參訪者陳情者變多囉 人氣變好囉 他說這就叫做禍出的去人進的來 立院廠商也發大財 不過呢民進黨的部分啊 像柯建民他說立法院是藍白聯手 還說是毀 憲 亂政 狼狽 違奸 慶竹 難書等等 他說耳後台灣只有更壞沒有最壞 只有更難沒有最離譜 520之後將是第二階段更嚴重的開始 他們想讓新內閣寸步難行 想讓總統無法執政 不可不知不可不想 但真的是這樣嗎 前立委林卓水他分析啊 在政府的卓內閣恐怕會比 扁政府的蘇內閣處境更難喔 好 沈富雄大佬分析啦 2028賴清德不一定贏 因為如果是台中市長盧秀燕出現 在國民黨內就會走出一個 叫兩岸政策的困境 那就是有機會當選喔 好 那看完了這個2028 還有新北的2026 有沒有辦法複製2024呢 李四川被點名 李四川蠻強的喔 以他的潛力還有新北市民的看好 蘇巧慧不能小看李四川喔 好 但是他自己說啦 這個人選要熟新北市啦 自己屆時一定會優角色 好 當然大家也期待 明天要更好啊 包含了韓國瑜擔任立法院長以來 各界對他的批評 其實大部分都是正面的 時事評論員謝寒冰認為 過去韓國瑜在擔任高雄市長的期間 民進黨1450用這個騙子小丑賣台的形象 把他給醜化妖魔化貼標籤 現在韓國瑜就任立法院長之後 認真勤奮的把分內的工作做好 讓這些黑韓的謊言不攻自破 過去韓國瑜在綠營的支持者心目中 是一個十惡不色的騙子 你知道嗎 綠營把他醜化黑化到一個 無以復加的地步 你知道以前年輕人聽到韓國瑜三個字 反射性的想法就是這個人是小丑 這個人就是賣台 這個人就是亂七八糟 他們直覺上就是這樣反應 可是這次韓國瑜回來之後 而且當上立法院長之後 因為媒體對他關注度很高 所以然後剛剛姚明也講有國會直播嘛 那從這個種種表現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很正常啊 他根本就不是綠營講的那樣的人啊 然後他做事情也是有模有樣的啊 所以過去的那些謊言全部都不攻自破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其實大家去想想看 過去不管蘇嘉全也好 或是游錫坤也好 他們在當院長的時候有媒體在關注 基本上沒有 為什麼 因為院長他們自己本身也沒有任何表現 他們就是放任老柯一個人在那邊 作威作福 然後他們基本上就是掛個院長的名字而已 所以當然媒體對他也沒什麼關注度 那其實社會上絕大多數人 也不知道院長幹了什麼 基本上都不會知道 那可是韓國瑜也不過是在進行 他該做的工作 然後結果馬上就覺得他做得還不錯 你這樣比較起來就可以知道 過去這兩位院長做得多爛 毫無建宿可言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編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境界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固定出口 額外 reserved 明神悉 紅色ử 強力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